之前在南海北部的低壓區,增強發展成一個熱帶低氣壓 這個熱帶低氣壓基本上採取一個向西的移動途徑 因為低壓區增強了,所以天文台也在2.40分發出了1號的戒備訊號 現在在香港的東南邊,大概向西方向移動,大概對著海南島方向去 香港今天的天氣會是怎樣呢? 我們是多雲有雨的天氣,現在的評估都不會暴雨 風勢方面,離岸和高地會吹強風,普遍的風力都會慢慢增強 看回如果再遲些,例如明天和中秋節,我們現在的預測都仍然會受它的影響 都會是多雲有雨的天氣和風勢會頗大 會不會改掛更高的風球? 我們現在的評估就是在中午之前應該是機會不大 現在1號的戒備訊號仍然是生效的 在早上11點的時間,位於南海的熱帶低氣壓 是在香港的東南邊南,大概是300公里的 預計它會向西方向移動,每小時就20公里 大致是吹向海南島附近的 這個熱帶低氣壓在熱帶氣旋的級別裏面是最低的 但是由於我們仍然是受到東北國有風的影響 所以在東北國有風和熱帶低氣壓的共同影響之下 我們在離岸和高地已經是吹強風的 如果按照現在的預測路徑 這個熱帶低氣壓就會在晚間的時間 就在香港的南面大概250公里或以外掠過 除非熱帶低氣壓就迅速增強 否則黃昏之前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 就不是太大了 但是香港已經是受到熱帶低氣壓的外圍的雨大影響 所以今天整體都會是多雲有幾陣雨 而接著的一兩天 例如明天到中秋節 相信的天氣都不是太理想的 整體都會多雲有雨和風勢都較為大些 在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就已經增強成為一個熱帶風暴 它現在集結在香港的東南偏南大概是290公里 我們預計它會向一個偏西的方向移動 時速大約是16公里 大致是吹向海南島的 在這個熱帶風暴和一股東北季後風的共同影響之下 香港的離岸海域和高地已經是吹緊強風的了 我們現在是吹緊那些偏北風 受到地形和我們北面的山的阻擋的關係 大部分地區的風勢現在都還未是最大的 當這個熱帶風暴在晚間在香港以南掠過的時候 我們就會轉吹東風 到時風勢就會進一步增強 天文台有需要在今晚稍後 考慮是不是需要發出3號的強風信號 市民就要留意了 因為海面是有暗湧的 現在應該是遠離岸邊和停止一切水上的活動 熱帶風暴范斯高現在集結在香港的南邊 大約是290公里左右 我們預計它會向一個偏西的方向移動 時速是16公里的 大致是吹向海南島的 范斯高現在正在香港的南邊掠過 本港的風會逐漸由北 現在已經轉到東北 慢慢就會轉吹東風 當風吹定了東風的時候 風力會進一步增強 天文台就會在清晨時分 考慮是否需要發出3號強風信號 至於天氣來說 主要是密雲 間中有狂風大雨 市民要做好一切的防風措施 雖然是夜間 但我也希望提醒市民 不要在岸邊逃流 因為很多時候 就算熱帶氣旋是離我們 有一段距離 但是海面上也會有暗湧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停止一切的水上活動 天文台大約會在清晨的什麼時間 去決定夠不夠地改發 這個3號強風信號 在未來的數小時之內 天文台會密切監測這個情況 考慮是否需要發出3號強風信號 在早7時的時間 熱帶風暴凡斯高 在香港的西南 大概是340公里 預計它是向西移動 時速20公里 大致趨向海南島 過去幾個小時 凡斯高還是繼續向西移動 逐漸地遠離香港 在這個情況之下 發出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 就不大了 不過值得注意 香港仍然是受到凡斯高 和東北桂後風的共同影響 所以在離岸和高地 仍然是吹到強風 市民應該是繼續保持警覺 香港仍然是受到凡斯高的雨大影響 所以今天整體的天氣 就不是太好 都會是密魂 間中有狂風驟雨 至於跟著一兩天 我們相信 香港仍然會受到凡斯高相關的雨大影響 所以跟著一兩天 依然是會有雨的 按照目前這個情況看 什麼時候可以脫下1號戒備訊號呢? 我們還要留意一下凡斯高的走向 和香港風勢的變化 所以要看當時的風勢可以再決定 天文台發出1號戒備訊號三十幾個小時 到早11點15分 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目前熱帶風暴凡斯高集結在海口東南110公里 預料向西移動 在中午時分 在海南島附近登陸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鄭楚明說 受凡斯高的外圍雨大影響 本港未來幾天仍然多雲有雨 不可能會影響市民在中秋上月 今天營月的日子天氣不太好 整體都會默雲 間中有大雨 所以今晚看見月光的機會 就較為微了 接著一兩天都還會受到雨大的影響 雨勢逐步會減弱些 不過就算是雨少 那些雲量相信都會較為多 受凡斯高的影響 本港凌晨時份的風勢比較大 午雨也是時大時小 深水埗荔枝角度 一個一米乘四米的外牆招牌 搖搖欲墜 亦由消防員拆走 到早6點多 受謀平利安道一幅十米高的棚架傾側 有些落行人路的危險 利安道和信安道一道要封路 另外遲雲新雲華街上山方向 亦曾經因為有大樹倒林 要全線封閉一小時 到早9點半解風 今晚主要是多雲 間中有些雨 所以今晚看到月光的機會 就不是高 而且風也挺大的 吹清淨東風 利安海域和高地間中吹強風 雖然溫度不是很低波 但也會覺得涼 今晚會不會有哪段時間 可能會見得到 還是整晚都未必會見得到 今晚都如果 久不久都會有些陷阱 雲東有陷阱 見到都可能發生的 但即是說 機會比較小一點 全香港應該差不多一樣 因為今次天氣形勢 整個不單止香港 即是華南地區一帶 近沿岸的情況都差不多 比較多雲 間中有幾陣雨 如果說明天 追月那天 會不會見得到月光呢 明天 我們很明顯見到 天色會好轉 初時雖然有幾陣雨 但日間短暫時的陽光 晚上的時候 也會清晰的 天比較清晰 大家見到明亮月光的機會大一點